这种情形你遇过吗? 有一个外国人走过来怎么办怎么办? 要跟外国客户做简报怎么办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问路怎么办怎么办? 轻松学习英文不卡卡 我是Katrina 我是Patrick 欢迎收听卡卡派 卡卡派双语talk show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FM94.3周末的卡卡派双语talk show 我是Patrick 我是Katrina 会在每个礼拜天晚上6点到7点 在空中与大家相见 哈喽各位听众好 哈喽各位听众 我们就延续上个礼拜的话题 我们上个礼拜聊到了chatting 没错 聊天 对 我们请到了一位聊天专家 教我们要如何聊天 那如果很会聊天 会延续出什么样的事呢? 对你的人生会变得比较成功一些 是不是很容易就吸引到了另一半 是的 是的 没错 往着成功的道路上走了 对 没错 那今天到底要聊些什么呢? 嗯 是聊很多天就口渴了 要喝什么吗? 要喝什么呢? 比这个更大的事情 什么事? 这件事呢 应该是每个人都想做 嗯 每个人有可能都在做 嗯 每个人都爱做 可是相关的教育是不是不够多呢? 是 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可能缺乏 所以我们今天呢 请到一位很厉害的特别来宾 Katrina 由您介绍一下好了 好 我们今天请到这位特别来宾啊 他是在性教育推广中心的执行长 那他研究的领域呢 是针对 是哪个性教育推广中心呢? 是树德科技大学性教育推广中心的副执行长 那他副 他其实啊 基本上他之前呢 就是在树德科技大学 他就是专攻人类性学 人类性学硕士 是的 哇 今天听到这里呢 就知道我们今天的topic就是 sex education 是 非常的重要 对 那当然呢 听起来呢 就感觉是不是比较单一的话题呢? 但其实呢 这个推广呢 他的领域非常的广 有包含了两性议题 性平等啊 职场人际与沟通 对 这个也非常重要嘛 魅力表达 很重要 光是这个就很多问题了 是的 亲密暴力防治 这个也都是他们的领域里面和孩子谈性 对 这个太重要了 对很多人来说是不是有点困难 对 我觉得在台湾这实在是太困难了 那还有优质恋爱 安全分手 这个太重要了 安全分手太重要了 因为现在时时刻刻每个新闻都 好可怕 有时候呢 大家就是想要曾经拥有嘛 可是呢 善后做得不好 就变成不安全了 没错 那还有包括了网路交友 没错 有可能研发出一场美丽的爱情 那也有可能是另一场 危险 所以当中有很多的美美格格要注意的 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也非常地开心 请到了这位专业人士 皮太后 对 好了 我们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这个通常她的讲座呢 一味难求 没错 没错 我们就赶紧邀请我们这位来宾出场 哈喽 欢迎皮太后 哈喽 Patrick Katrina 你们好 哈喽 哇 真的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就有非常多的问题 是 那Katrina要不要先从那个最基本开始问起 是 因为呢 讲到这个性教育推广中心 对 是推广什么呢 对 这基本上 让我们这边想要请教一下 皮太后 就是你们在推广中心的话 基本上是 我们 就是 你们是讲座的部分 都是以怎么样的方式来进行 就是推广 嗯 谢谢你们 主要呢 就是 树德科大性教育推广中心这边呢 我们会有 就是 各地的军公教 是我们主要的邀约讲座的对象 嗯 那这样各级的学校啊 还有 公部门 军部门呢 因为就是配合政府的政策 他会 每一个学期 还有每一年度 他上半年下半年都会有 就是 固定的时间 是政府这边有 要求单位啊 跟学校 都一定要接受这样的教育 老师 家长 教官 都要在现场一起聆听的 哦 所以是 教老师跟教官 如何去教学生吗 哦 这个也是我的业务部分 那我们有很多的就是 我们的讲座 讲师大军啊 嗯 那我这边的话就是 有培育我们很多的讲师大军 那大家就是去跟学校 还有您刚刚想的对象 以及最近的 最近这一两年啊 我这边都是 等于 听众的层次 他已经 已经配合政府啊 已经到了 就是心理师 辅导老师 社工 职工 所有专业的助人者 是 他们都需要来学习 OK 所以来学习的 已经是 专业人士 对 已经是专业人士了 来装备自己 哦 那你们 在培训的这个内容里面呢 是针对他们 能够可以更 更有这个专业的知识 去 比如说 那个 counseling啊 去 那个怎么翻 咨询 对不对 是这样子吗 哦 对 咨询的话呢 就是比较针对 个案的 这个层次 他对的人 比较少 那我们就是 大部分我们会先 从就是 听众群啊 就是整体的 来先去 设计我们的课程 因为有很多 政府的课程 还有就是 专业人士的 继续教育啊 他们都有 就是都有固定的 一些内容 是需要 一定要把它上完的 那然后就是 counseling部分的话呢 就是 如果有一些 个案的问题 或是包括呢 他的怨声 因为像是 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啊 还有银法族 厂照中心 是 有时候我们会 遗忘他哦 会忘记 他也在我们的 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呢 也是占了 很大的一个族群 只是大家听不到 他的声音 就会忽略 他们的存在嘛 那再更不要讲说 他们的 所谓的这个 性的需要啊 因为你们刚刚讲的就是 sex education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就是 sexuality 其实他 几乎就是 不分任何年龄层 那因为在媒体 现在啊 就是全世界都已经是 性泛滥 或是性开放 就是你 你所见所闻 你听的歌曲 你看的任何一个MV 都有性的讯息在里面 分分秒秒 你想逃都没有办法逃掉哦 可是我们大家所有的 这个 接触的这么多的讯息 是如此的铺天盖地 可是我们脑子里面啊 有非常多的文化和既定的 那个框架哦 没有长大哦 对 不要以为我们身体长大了 其实有很多想法思想 是非常非常的 还是很固着在原点里面 讲话 所以您的讲座是 帮助大家长大了 就是我们的思维 不要停留在 可能三四十年前 这样子是吗 对 因为啊 这个我曾经 就是到某一所高职 那他是高中生 大概就十七八岁 我到他们学校的时候呢 校官有小声地跟我说 杜老师您知道啊 我们学生啊 不是特别喜欢读书 你了解了 我说知道 他说那 所以呢 待会儿 您这边跟他讲的话呢 也不要讲得太多 我说啊 然后讲一讲之后 不讲太多 对 他就讲说 那这样子是不是 您待会儿就直接 讲那个很 很简单的那一种 我说很简单啊 哪一种 他说能不能只要 因为我有让几个题目 让他学 他说讲那个 身体界限就好了 然后我就说 身体界限 那是国中生在听的耶 你确定 他就说 因为那个你讲的 如果太深入 我不敢听 我说我讲的 也不是给你听 而且他们的性 他们的性观念 应该跟性知识 已经比你厉害十倍了 You know 我比你厉害十倍好吗 对 真的 17 18岁 摄取的知识 含量已经很高了 非常高 我们小时候 什么都没有嘛 小时候就是玩玩数值啊 打打架嘛 然后现在每一个人 都有一台iPad 对啊 所以他们可能是 可能15岁呢 那个知识就超越我们 没错 对 因为包括国外 有非常多的家长 会跟他就是 大概12岁左右的小孩 还有一些爸爸 会去跟他们谈 就是说 你知道啊 像是一些艾滋病啊 然后还有一些 就是男女相处的事情 还有你自己的身体 什么的 那小孩哦 就是有问必答 那爸爸 那个老外都讲说 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你怎么可能知道的这么多 真的 那个老爸教得好 都是自学 真的 都是人 包括啊 我们国内 像是青子天下 卫福部啊 有非常多的 专业的讯息统计啊 对 直到现在这样子的社会 都已经资讯发达 到这个程度的 有非常多的家长 仍然认为 高中以下的小孩啊 就是 他的性知识 等到他长大 就自然会知道 哦 到现在还是这样子的 真真真心 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negligence 真的 真的是这样子 对 有非常多的家长 还有包括我每次去 去一些地方演讲 真的还是会有忧心的家长 会问说 嗯 毕老师 您认为太早教 会不会就让他们学了呢 那 太早这件事情 每一个家长 他的看法又不一样 对 有人认为应该要国中 有人认为应该要高中 有人觉得是大一 嗯 那当然有一些是 认为就是说 他快要结婚 真的交男朋友的时候 再说 天啊 那个时代真的已经不一样了 我也不愿意承认 就是 这个时代真的不同 可是要面对现实 是啊 这个讯息的浪潮已经 对 已经不一样了 因为其实大家都是好奇的嘛 你没有透过一个正统的管道 去教正确的知识 他就吸收错误的知识 对 从错误的管道 对 那反而更糟糕 嗯 我也一直都强调 我认为Patrick 你讲的很棒 就是在小孩这个 如海绵体般的上半部头脑 对 他在还还没有 还没有装进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啊 我们的好东西正确的内容 一定要赶快先进住那个地方 让他固守在那里 否则他就会去吸收一些 有一搭没一搭的 那然后他坏的资讯呢 嗯 还有网路上面 这个心术不正的人 给他的一些资讯 他其实吸收那些 不会比老师 和我们这些新教育者 来得更好哦 真的 那关键是 小孩为什么 现在在网路交友 嗯 还有在很多的 这个情感的关系上面 有那么多的问题发生呢 因为他们啊 老师不敢讲多 对 家长不让他问 对 那他当然闲着没事 他就去问网友 对啊 然后啊 还拍他自己的局部照 给网友看说 我不知道我这样发育 到底正不正确 那个这样子 是不是好的 然后网友就会 跟他说 网友也会给他一张相片 那问题是网友 不知道给的 到底是不是他本人 对不对 对 可是那就是别有用心的 一种 这个引诱 所以 他们 而且他们三不五十啊 每两三下子 就叫人家老公老婆 对 吓死人 然后动不动呢 真的吓死人耶 对方就会跟他讲说 老婆就是要满足老公啊 你说这吓不吓人 他就会说 你去拍一张 你洗澡的相片 他就说不可以 对 对 那你如果不满足老公的话 老公就去找别人哦 哦 这个 你说吓不吓人啊 很可怕 这就很可怕 而且这都是 我们去演讲的时候 那反正几百个老师学生 都会在那边听的事情 这已经是一个很危险 很恐怖的常态 那如果我们一直都避而不谈的话 嗯 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人啊 就是会去引诱他 对啊 说 你房间现在有人吗 哇 嗯 你爸爸妈妈什么时候不在 嗯 对 网路上面还有非常多的 这种 非经个人同意散步 私密影像 这样子的法令 跟这样的新闻层出不穷 这对孩子来讲都是伤害 我们也常常会说 你不要以为你生的是儿子 你就无所谓 我告诉你 一样有儿子啊 多的是人喜欢 而且出去就没有再回来 因为小孩 我不是 我每次出去跟他们讲 都会说 我不是要下你们 我讲的是事实 你要查新闻可以去查 嗯 那包括外面的性剥削 还有诱拐 发生在这个网路的网友见面 对 这些小孩呢 在警政署的资料 居然有百分之三十 有三成的小孩 找不到人 天啊 这么多 一直没有破案 而且我的那个数据是很新的 因为数据大概我都不会找 超过四年的 这个警政署的 这个统计上面都可以去找 那是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我们学校 好几个学校的老师 听我讲完之后呢 其中有一个 他有说 你是讲这个题目 讲得最好的老师 因为所有的人 老师都说 很危险要小心 可是他没有说 到底有多可怕 多危险多小心 只有你把那个情境 形容得非常可怕 那另外的 去军中也是 到投园 到台北 一样讲 那包括他们的大队长 都会讲说 只有你讲得这么深入 就是直接讲了 因为没有什么隐晦了 那你所有的讯息 你在网路上 你该看的 全部都已经看光光了 如果讲师 性教育推广中心的人 到你们面前来 还要东闪西朵 还要带名词 那就干脆不要交了嘛 对 还要跟你带名词 还要跟你隐晦来隐晦去 暧昧灰色模糊 这是够了 所以就是明说 真的 我觉得真的非常重要 有些小孩子 被骗啊 走骗差 或者是对自己 不够了解 真的就是性教育 没做好 然后因为父母 没有办法教 那学校如果没有 给正确的知识 又非常的危险 那我以前的 那个小学 跟国高中 其实是在国外读的 那我就记得 十岁就开始 我们学校就有派 性教育的专家 来教导这相关课程 在十岁的时候 我不知道台湾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现在就有蛮 因为我们现在 台湾有两派嘛 有两派 我不能乱讲 那当然有人是希望 是晚一点比较好 就是最早到国外以后 那也有些家长觉得 小三如果就介入 这性教育 确实不合适 那我必须要和大家 说一句话 请你听清楚 听清楚了啊 好 小这个坏人呢 绝对不会嫌你的小孩 太小 对呀 你真的认为 他不该知道吗 是 我有非常多 研究所的同学 读了研究所之后 他就会在班上 自我揭露 小男孩 小女孩 他们在这个时候 都有被邻居 亲戚 父母亲 认识的朋友 变相的性情过 然而在非常多 国内外的研究呢 显示 这一些小孩 他们都是在 因为85%的约会 强暴来自于熟人 那在他们 小小的年龄当中 他们因为不懂 这些事情 所以他们单独跟了 这样子的 别有用心的大人 共处一室 然而他们呢 还会被这些大人 用两种不同的方向 来让他们闭嘴 一种当然就是恐吓 因为包括我 现在有一个 四十几岁的朋友 女性 她在跟我讲的时候 她都跟我 而且她现在生两个小孩 她都跟我讲说 她直到现在 这件事情 发生在她的小姨 她都还没有 跟她的父母亲讲过 她说因为她的 欺负她的这一位 邻居还是亲戚 有跟她讲过说 如果她敢说 就杀你全家 所以她一直都不敢说 另外有一种呢 就是在文献里面 讲得也很 这些大人呢 会告诉这些小孩说 这是爱 我们是在玩游戏 你看我爱你 别人没有 就只有你有 不能告诉他们 因此这些小孩呢 他真的以为 没有痛苦 他不明白 因为他懂个屁 真的 所以之后会变成一个阴影 之后通常他们都是等到 大概国中的时候 稍微明白了一点点 因为他开始有喜欢的男生 或喜欢的女生 对不对 他开始有一点知道 或是读课本啊什么的 大概晓得了一点 那是爱情或是什么 对 他就会开始 知道就是来找他的 这个人的眼神 还有叫他做的事情 怎么有点怪 对 那 那真的有讲不完的 讲不完故事 有一次我曾经在一个班上 然后这个弟弟呢 他就跟我讲说 董老师 我给你讲一个秘密哦 什么秘密 我跟你讲哦 我的阿公会摸我的姐姐哦 我说 那你怎么知道呢 他说 因为我妈妈有一次看见 我姐姐有一个iPad啊 我妈妈就问他说 这个是哪里来的 他就说阿公给他 那妈妈似乎就知道了一些事情 所以 妈妈从此 就叫弟弟跟姐姐 只能够住楼上 然后楼下呢 就是阿公不能上来 这个弟弟当初只有小四 姐姐小六 因为这两个都是我学生 所以这个弟弟呢 就告诉我说 所以读老师你知道吗 现在啊 我的任务就是 每天我姐姐在洗澡的时候 我妈就叫我一定要守在外面 哇 她还小事 她不知道什么东西 真的 可是我听到这些 这只是我听到的其中一件事 我都在想说 这就叫做家内 对 家内发生的性骚扰 性侵害 可是她妈可能感觉起来 没有办法有任何作为 这 这样听起来有点严肃 我们这不是娱乐节目吗 对对 我觉得 整个话题 好 因为呢 那个性教育 在我们以前上的时候嘛 对就是 第一个 最重要的就是 教导我们要保护自己 没错 然后她教导你 拒绝是正常的 嗯哼 然后当然呢 我听这个 皮老师讲的 就是很多的教育 不只教导小学生 他们要自己保护自己 还有大人 要怎么去 注意这些事情 对 哇 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 完全全力的支持 这方面的教育 对 这个教导保护这件事情啊 就是有时候会矫枉过阵 因为很多小孩啊 他就会发现 就是会讲说 阿公也不能碰他 你不能碰我 所以那条线到底在哪里 阿公只是摸摸你的头 说乖小孩 哦 性侵 性骚扰 对 或是爸爸只是抱一下 或是爸爸叫你 就是在大腿这样子 抱一抱啊 然后坐一下 可是 就是 不是那种很 很夸张的那一种 可是 也 全家都搞的就是 很暧昧 所以那个老爸 就是七早八早 就不敢碰他女儿 我真的觉得说 天啊 自我保护 这样继续教成这样吗 所以那条线在哪里 就是 有时候呢 一般的家人的互动 就难免会有肢体的接触 可是呢 如果教导过度 就一点点碰到 就出去讲说 那个阿公摸我 还得了 所以有一条这个线 有时候也是模糊嘛 对 就是大家一听到 就是因为 非常的敏感 那然后 就宁可 撮杀 不可 撮放 那样子 哇 真的是 很艰难 真的很艰难 就是 这个是不是定于说 比如大人做这个动作 会不会给小孩子带来一点不舒服 或者是觉得他被强迫了 可是呢 他们自己又没有办法察觉 哇 真的是很困难 对 很困难 我们现在一直强调就是 性自主权 身体自主权 对啊 说是这样说 那当然 也要有 比较健康的 一种规范啊 因为即使是像 你看我是一个女老师 我即使现在要 那个摸摸就是 小学一二年级 学生的小脸蛋啊 或者是说 想要抓抓他的小手啊 什么的 连我都要征求他的同意 请问我可以摸一下你的脸吗 现在已经变成是一种礼貌 然后不被人家说话了 对 因为早期啊 之前有一些 有很多的教材 说教小孩子 就是泳装穿到的地方 都不能摸 可是现在啊 随着就是 性教育教材 越来越更新 然后再升级的话 也确实是受到挑战 因为 那泳衣没穿的 就可以摸了吗 对啊 也是不行啊 对 那你泳衣是都穿着啊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 随便做人家大腿 那你如果穿比基尼 可以摸你肚子 是这个意思吗 对 而且小男生也是 他可能穿着 就只有四脚裤 三脚裤 那他是不是背 也可以让人家摸 然后任何地方 他那一头 也可以让人家摸 问题是 他摸了别的地方 其实 这些小孩 他会慢慢的失去警戒 而且他会非常confused 他整个脑袋 都是非常困惑的 他不明白 对对 因此在这个界线的 清楚的原则上面 这个原则 照说就是要告诉他 你对眼前的这个人 他碰你的地方 还有他对你 你的这个 征询你 尊重的这个态度 你如果 不想要在他的身边 你是可以离开的 对 跟部位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有一些练脚屁啊 他就喜欢你的脚 你会觉得说脚没有关系 脚就在地上走 他喜欢轻就让他轻 是这样吗 当然不行啊 不行欸 对你对那个人的感觉 还有他摸的方式 就是他轻轻的拍你的肩膀呢 还是反复已经摸了15分钟 对 对 对 这就是一个很棒的原则 也就是说他是轻拍 还是那手就停在上不走 上面不走 黏住 对 黏住 该放还不放 话都讲完了也不放 放手 对啊 哇超有趣的 那我们 Katrina这边有准备了几个问题啊 也是集合了一些听众朋友 想要问的 我觉得那个 Katrina这边的问题 也非常的精彩 要不要现在来请教P老师呢 好啊 那因为刚才来 其实我们都是走那个 就是性教育 对啊 有点沉重了 听到那个一些数据啊 一些小孩子怎么样 是是是 现在换一个话题了吗 没错没错 那因为当然 皮太后当然在那个 除了性教育这部分 那当然还有就两性 推广部分 对对对 那因为 爱于呢 现在其实很多 听众朋友呢 也是刚结婚的部分 哈哈哈哈 例如是我 所以呢 这是其实我 当然因为我们上礼拜 不是讲到聊天嘛 对 所以这些沟通 在两性关心中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再加上 现在台湾的离婚率 那么高 代表呢 你的沟通是讲说 言语呢 还是肢体 沟通 全部都很重要 对对对 所以 这边想要请教 就是皮太后啊 为什么 就是我们 呃 就两个相爱的人 总会走到 一个陌生人之路的原因呢 这个答案其实就跟你 刚刚讲的沟通 有很直接的关系 是 那因为现在 是性别多元的时代啊 如果只单纯 只讲两性 或是男女的话 有一些族群 他们一定会K我 可是我先大略的 很粗略的 就这样子 先简单划分 那原则上呢 就是大部分啊 有大部分的女性 说话都比较抽象 嗯 你爱我吗 爱能捕捉吗 不知道 哦真的 对 你到底有没有 把我放在心上 这能量化吗 看得见吗 不行 请问你放了多少 在心上呢 对 那这个单位是什么 这个单位是什么 对 可是男性讲话 是非常的具体 对 因为大部分就是 比较功能和目标导向 所以呢 他们 没有用的话是不太说 那女人就经常说 没什么用 的话 看得下 好 举个例来说啊 如果今天这个Catrina 跟她老公嘛 虽然是自由恋爱的时 这个而结婚了 嗯哼 那就算是结了婚两三年啊 他们以为自己 非常了解彼此嘛 那有一天 他们就去 那个 看了夜景啊 然后在看夜景的时候呢 那这个山风吹吹吹来啊 这个Catrina 她就是有点冷 然后她就讲说 哎 我有点冷 她说那不然我脱外套 让你穿 可是你脱外套 你也会冷啊 我又不希望你冷 那不然要怎么办 哎呀 以前哦 这种时候 我妈都是会抱着我啦 叫你妈来 也就说呢 Catrina 她是用心在讲话 她用她的情感在讲话 因为她一直在用暗示 迂回的方式 那她老公听到的呢 就是她一直在用脑子 在解决问题 她就是想着就是 这件事情要怎么解决 她只想到解决 解决 所以一个人用心讲话 一个人是用脑子回答 这两个人呢 就要想办法 让他们就是 能够合在一起 因为语言 就是两颗头脑之间的桥梁 因为两个头脑 就是两个世界 你这两个世界 就是只能靠语言来 成为一个沟通的桥梁 那我个人认为啊 也并不是说 所有的一切都是 怪男人的问题 对 有时候就是 对女性来讲啊 泪就是泪在说 为什么她的语言 特别的发达 因为女性的这个大脑 大部分 她的这个脑神经连结 情感和 这个情绪的 这个神经突出啊 它就是比男性 多了三分之一 这个是在生理结构上面呢 是没有办法去自我控制的 所以当你的伴侣啊 说 哎呦 你会不会想太多啊 哎我们女人自己也很累 好不好 我们也不愿意想那么多 那问题 如果脑神经长得 就是要那有什么办法 那我们自己想的会很累 然后自己想的心很累 心累了之后 脸就会很臭 然后脸很臭 那男就会觉得说 干我屁事 因为又不是我把你搞臭 是你自己啊 要想这么多 你想这么累 是不是这样子 太适合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有 那所以呢 我就问了 就是女生的那个头脑 可能比男生发达嘛 会想很多的东西 可是呢 头脑想的东西呢 为什么没有办法 比较具体呢 跟具象的方式表达出来呢 就是他们里面的东西 你们的里面的东西 对不对 就是你们又要呈现得很抽象 那男生听到 就不知道指令是什么啊 是真的是呢 是要我的外套给你呢 还是真的去把你妈 再来给你 就是指令不明啊 这个结局就是 并没有要外套也不要妈 对不对 所以那就很要命 因为呢 就是女生啊 女生其实她有非常多的 她就是情感导向嘛 那她真正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她太发散 她所有的想法都非常的发散 因为她动不动啊 就是说她就是能够 她的脑神经的速度 思考的速度 就是会 这个就是大脑的平支体 平支体就是比较薄 那男性的平支体呢 就有点像她房间跟房间的中格 就是比较厚 对 所以大部分的男性呢 她一件事就是一件事 当下就是当下 对 可是每一次我们女生啊 在讲话的时候 无论是吵架 还是在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前因后果啊 很喜欢讲一大篇 这就是男人常常越听越绕 越听越绕 他都讲重点 我求你讲重点 可是女生就会觉得 这些都是重点 我们只是要精准的指令嘛 我从第一句话到最后一句话 都是重点 可是我们要把它 拟成一个可执行的动作 很困难啊 我要执行什么 或者是不需要执行 就听就好了 对 那那个就是说 为什么你刚刚讲说 大部分的女性来说啊 照说她的脑功能 会比男生来的发达一些 对 因为如果说是 以那个圣经来讲的话呢 夏娃是之后 在亚当之后才出现了嘛 所以大部分啊 以现代科技来讲 你的第二代 是不是都比第一代优秀 如果第二代 我还没有第二代 没有相关数据 我是说以手机来讲的话 对对对 用手机来讲 让我明白了 还有以那个电脑升级的来说的话呢 你第二代如果要长得跟第一代一样 那就不用有第二代了 是啊 所以第二代一定要更精良嘛 进化 对进化 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呢 讲的就是说 女性啊 就是说夏娃她是一个协助者 也就是说她协助者 那协助者的话呢 那很多男性 那你要想一想说 你会找一个能力比你好的人来协助你 还是能力不如你的人协助你呢 请问 通常呢 是希望找一个能力比我们好的 对 但是态度上又不能比你 比你 想太多 但是呢 现在这个社会 男女平等嘛 那个能力比我们好的女生 就很难追到 这是现实问题 好 因此啊 就是 我常常要讲说 女性的脑功能是真的很强大的 因为她可以同时间处理非常多的事情 对 男生没有办法 对 大部分 像是有一个研究就说 男性呢 她在上课的时候 如果她一边抄笔记 她常常就会听不见 嗯 那女性是可以边听边抄 那男性的嗅觉是高过于女性的 那女性是听觉比男性灵敏 嗯 那当然有很多的 很多的 夫妻的实际上面有显示 就是说 你小孩子在 就在半夜睡觉的时候 她如果稍微 大部分 听到都是女性居多 通常是这样 男生是假装没听到 那如果脑功能比较强大的 为什么的诺贝尔讲的 也都是男人呢 为什么 对 为什么 这个我个人的见解是这样子 如果要得诺贝尔讲 对不对 她就是在单一的领域上 非常卓越 她就是牺牲了所有的东西 去追求那单一领域 那女生呢 我觉得因为 一定是比男生更有智慧 所以她在可能30岁左右 就发现说 人生不是只有那单一而已 所以女生看的是比较全面 因为全面人生里面 有包含家庭 有包含自我成长 有包含人跟人的关系 有朋友 那她不会去放弃所有的领域 来追求单一领域 但是男生会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是这样 对 你讲对了 就是专注 就是专注 因为当男性非常在专注 在那个领域的时候呢 他几乎是没有太多的心思 摆在其他的地方 所以在两性沟通上面 还有其中一个点 就是我们给女生建议的 就是对于他正在忙 或是他那次很忙的男生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 就是硬要他在那个时候 给我们一些 我们想知道的答案 对男性来讲呢 等他忙完 他会回答你 因为他才能够思考 他不太像我们可以同时间 并排并列处理 那对于沟通来讲 那男性要给予女性的是 什么样的特质呢 那就是听 因为女生的这个说话量啊 在她的这个大脑当中 占的这个区块很大 那这个区块大的时候呢 就表示她的需要很 需要很足够的这个量 才能够满足 她的情绪才能够好 所以在大脑的这个区块里 女性啊 她除了一个是说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区块很大 来我想问一下 那个Katrina 你觉得啊 在女生的 就是女生的那个 日常生活当中 除了说 聊啊 讲啊 什么的之外 还有一件事情 是大家很爱做的是 买东西 是这样子 买东西 购物 真的是吗 真的是购物 我乱说的就说对了 所以你讲的是你附近的人 真的吗 我真的是开玩笑啊 你不需要复合我这个答案 对对对 我相信 我相信 看到你的无辜了 就是购物 对 也因此呢 就是在说跟买 这两件事情 对女性来讲 是很需要满足感的 因此女性在逛啊 然后在比较啊 这些事情上 她都会产生一种 很大的乐趣 那很多男性都觉得 自己好像跟 跟自己爱心爱的人啊 结了婚之后 关系一旦确定之后啊 好像亲密关系就 差不多也就越来越少了 这个次数会慢慢走下坡 常常也是因为 就是女性天生啊 就是在这个脑海 脑中的这个雄性激素 这个稿固桶内 她本身就是比男性少 全球的统计 只有四分之一的女性 她的性欲会高过于男性 那也就是在结婚了之后呢 常常这个男性 也会慢慢觉得 有小孩之后 那更加是明显 就是很多的先生 都会觉得 是不是我在你的眼中 已经没有吸引力 而且是不是 你现在就是 觉得其他事情 都比我重要 所以我们已经 很少在像以前那样 可以翻云覆雨啊 什么的 一方面是本身 这个雄激素就比较低 二方面呢 是她真的很容易 被生活上 许多的事情 而弄得分心 分心这件事情 我个人认为啊 全世界女性都一样 可是华人女性 更严重 因为有很多华人女性 是不是家里还有别人 对啊 而且很多的 很多国外的夫妻 在小朋友小小的时候 就让他独立一个房间 我们这边硬要 给他睡中间 而且那个别人 有时候还不只是小孩 对啊 还有长辈啊 对啊 没错 所以听起来呢 这个就是 结婚之后 还会把你什么 什么你 你弟弟 或是你姐姐 哪一个就是可能未婚 或者是 他上来就学 几年什么的 就在你家住着 然后半夜 那个阿嬷还会进去 帮你盖棉被 盖啥 对 他们要关心你啊 对 还不是你锁门 听起来呢 就是刚才 皮老师讲的嘛 就是这个问题 好像是从结了婚之后 就开始出现 甚至开始恶化 那是不是就是 不要结婚 只要同居 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真的 同居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蛮大的问题啦 那 我想要 我想了解啊 就是衣门身边的人 是不是都有看到 有在同居的 是啊 对嘛 就是在西方的社会是正常 然后如果没有住在一起 是觉得奇怪 是不是感情不好 那又有什么问题 那是不是那个男生 一次有好几个 才不想跟你住 对就是这样子 对 所以讲到同居 我们现在讲的是一对一嘛 因为我们还不需要进阶道 我们现在多元道 不用 一对多 因为今天好像 我生长的年代 还没有接收到一对多 没有 人家外面现在 人家现在换面 我跟不上了 我会已经跟不上 跟不上 你很棒 你很棒 我说的这个多元开放关系 当然现在就是 那个国际有很多的媒体 还有一些有公信力的 的媒体 他们也都有在记录跟报道 对不对 不过这个比较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那如果说是以一般的 就同居来讲 我个人是认为 就是他很容易让彼此的这个 魅力指数下降 那我不敢说 就是同居一定是个不适合的选择 可是我真的可可以讲 就是说要非常非常的因人而异 举个例来讲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大学生 大学生同居 七早八早 就是出来逛夜市 或是什么买早餐的时候 我讲直接一点 就是穿的那个一副 像老夫老妻的样子 连我是女人 我看她都觉得倒胃口 因为这样子的状态 如果是出现在热恋的情侣 那也还行 可是如果你热恋之后 你又进阶到住在一起 那住在一起之后 因为人是软弱的你知道吗 很多的其他诱惑的 这是难免的 因为我们人是软弱的 人是有限制的 那个限制就是经不起太多的试探 那你这个丑态 或者是一般你在家里头 就是用个鲨鱼甲 把它夹起来去倒垃圾的这种装扮 你未来想要呈现在你的爱人面前 多的是机会 不用这么急着 非要让他看见你剪脚指甲 然后你在你头发很油的时候 真的也不急 那现在也不是说 只有男生会看到女生这一面 其实现在很多女生也会嫌弃 嫌弃男人这一面 就是很宅嘛 那那个很宅的状态呢 尤其是大部分的男性啊 又不太修蝙蝠 因为专注嘛 是不是 因为专注打电动 对 以为自己是爱因斯坦 所以那是头发 以为自己是不是 这一些都是 我个人认为啊 同居要很快的面临到一些 非常现实的考验 还有包括钱的分配 那这种事情非常伤感情 你要不就是找一个第三人啊 来为你协调 不然的话呢 你们很快 就是生活当中产生一些心结 那这个心结都会促使你的爱情呢 就是留之无用 弃之可惜啊 就是你已经看到对方的某一些状态 那你也认为他的价值观和你并不合适 而且你也很不欣赏 可是分不开 尤其是当我们在讲一些亲密暴力防治的时候 同居者更加是高危险群 因为他的所有一切都被对方掌握了 包括你的私密照 包括你生活的背景 还有你的家人 这所有的细节啊 都被知道太清楚的时候呢 假设你到了和他同居的四五个月之后 你才知道他有点可怕 你这个是要走吗 不好意思 当然是走啊 难道是嫁给他吗 这嫁给他这件事情 更加恐怖了 对 他是我最近所遇到的另外一个案例 在网路上 网路交友呢 互相认识 而且都是成年人 可是呢 真的就是聊了老半天之后 然后这个彼此在某一个县市见到面啊 那然后很快就翻云覆雨 这个翻云覆雨之后呢 然后各自回到彼此的县市 就不联络了 那这个女的觉得 不能接受 就是对方从此就毫无音讯 那他就希望这个男生 就是还能够再继续跟他好 可是我个人认为啊 如果你已经知道这个男人 现在对你的态度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对啊 他目的已达成了 对 你就是设立停损点 对 可是他认为呢 就是他 他觉得不能甘心 不甘心 没办法 对 所以他不甘心 我就问他 我说那你是打算要继续跟他交往 你已经知道他是这样的人 对啊 那你还要继续跟他交往 那你觉得 那继续交往是不是要继续上床 那你认为你已经跟他这个被睡了一个礼拜 你很不甘心 你是打算继续跟他交往再睡个两年吗 是这意思吗 那到时候他如果真的要离开 你的感情是不是放更多 对啊 又更难 又更难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就是你停损的概念 可是你如果已经一旦进入同居的关系 你要搬出去 我跟你讲有点难 因为当对方他已经 你们双方已经对对方辽若执掌的时候 你要跟他结束一段关系 有很多人 他没那么容易 尤其是当他付出了相当的 有形跟无形的成本的时候 他更加不会轻易的让你离开 所以呢 就是要看清楚这个人 是不是做全方面的评估之后 再决定要陷多深是不是 有时候啊 当你跟对方没有在那个很 那个叫做 厉害关系上面的时候 大家都好来好去的时候 你真的无法评估 这个人是什么状态 只有当这个人呢 就是厉害关系到眼前的时候 你大概才可以晓得一下 他是为了保护自己 会攻击你呢 还是说 他会跟你资株必较 然后把他的付出和你的付出 各自算得超清楚的 我跟你讲 那个时候爱情已经荡然无存了 问题是啊 你真的要跟他分开的时候 男女都一样 常常在要分手 不分手那个时候 我会告诉大学生说 这个时候最忌讳的就是 你还上床 真的 因为你已经动了要跟他分手的念头 你就一定要忍住 拖延 逃避 上床 因为你再上一次床 你每上一次床 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制造你们双方的矛盾 跟那个暧昧 你自己会越来越搞不清楚 你也让别人搞不清楚 到底要不要分啊 尤其是在上床的时候呢 男女都会产生一种 叫催残素的脑内分泌物 这个分泌物就是会让你 对他特别的依恋 因为他的别称就叫做 依恋依素 依恋激素 女人的分泌又更多 那大部分的男人呢 下了床就下了床 他就干他自己的事去 可是很多女生呢 都是下了床之后 他没有完全下床 他整个心思都还在 对方的身上 所以我们会告诉一些 去夜店的年轻人 如果你真的不是 有心要跟对方交往 你真的不要跟他轻易上床 因为你上了床之后 你就会想他 而且你下次再找他 出来也不过就是再上床 你们那是一个 就是性欲的冲动 而喜欢对方 可是呢 你真的不晓得 你不明白你自己 你以为那是爱 那真的不是爱 那只是一个性的冲动而已 哇 这个很容易 这个真的要教啊 真的要教啊 太容易把一种心 生理的需求 看成是爱 那就多么的危险啊 真的 对 这个再回到性教育来讲 有非常多的小孩 在他小的时候 因为对于爱的认知 还有他来自错误的讯息 他会 他会误以为 有一些事情就是叫做爱 例如 钱就等于爱 不然就是 误会更大了 误会更大 在多年前 我们不是有一个 火车趴吗 的新闻 对 那这个 这个女生呢 他跟了数位男士 数位男士 就是租了一个车厢 在上面 就是 开了性爱party 这样 那 更伤脑筋的是 因为这是广播节目 我有一些名词 有一些使用词 我必须要调整一下 那更匪夷所思的 就是他竟然还不收钱 然后当记者呢 问他的时候 他非常无辜的 表示说 我是在做好事耶 我是在解决 他们的需求啊 这种无私的大爱 我一听 我们读性学所的人 一听 我就会知道 不知道在他小的时候 谁告诉过他 女生就是要满足男人的需求 真的 你想也可以知道 这种话呢 不是他家的女性长辈 不然就是男性长辈 灌输他这样子的观念 那我们有非常多的父母亲呢 在小孩小的时候 为了保护他 会告诉他一些事情 有一些是自己的错误 那有一些是为了保护 那保护了之后呢 等到小孩长大了 他也没有给他解锁 然后小孩 因为现在不是都要 糟糕了 都要任体更新嘛 又没有任体更新 就让他这样子继续带着啊 进入社会 去交男女朋友 去结婚 然后他有非常多的想法 都是错误的 那这些都要 都要进社会局啊 因为他必须重新建立 这叫做我们在性教育 这叫我们在性学所里面 读到的课程 叫做性态度重建 性态度重建 在美国周金山的性学 高级性学院这边 他的课程都是要 有专业执照的人 才能够去上的 那我们这边拿到的license 是我们在台湾的这个学校 因为全世界专门 只研究性学所 研究所只有九所 所以我们在里面学到的一些课程 那个学分都够的话呢 都完成 我们就有英文的成绩单 然后就是寄到那个单位 去申请核发 那在这个课程 非常特别的一个点 就是他会用一种 洪水猛兽的方式 因为要你重建嘛 总不会当保姆 在那边慢慢呵护你 慢慢建 先整个打碎 整个打碎吗 粉碎了再重建 所以呢 这个课程啊 就是会在这一个学期 就是每个礼拜的课程当中 给我们看非常多的管制影片 那这些管制影片 当然一般是看不到的 那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给我们看的都是 就是很血腥很恶心 然后看了 有人就直接会退学的 那我看了之后 我是产生的阴影 那有人看到会胃痛 有人看了是头痛 那我看完之后呢 我还跟老师翻脸这样子 我就说老师 你事先都没有先说 你会带这种影片给我们 那这些就是不能 因为心理学有一个方式 就是洪水法嘛 如果你很害怕蟑螂的话 就给你吃很多蟑螂 你的手拿出来 我就放那个模型蟑螂 在你手上一只 然后再放两只 然后放满你的手 这样子让你对它叫做去敏 去除敏感 你从此就不会再敏感 所以我们的毕业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课程结束 我们都是在 所有的人在一个教室当中 被整个四面墙壁环绕 就是会播放让我们看了就是非常 你无法想象 跟你想象中 你都不会去接触的 的各式各样的性行为 跟性的对象 这样子啊 当你看了那么多稀奇古怪的 的东西的时候 你不会再有任何觉得说 什么东西是好大惊小怪 所以这是一个性态度 从今天的课程 就是给平常心的来辅导 任何各式各样的case 讲出再怎么震惊的事情 这个看过了 就小朋友坐下听我说 对 当然每一个人的 每一个故事跟他的认知 都是非常独特的 这都是不可被取代的 每个人的经验 那我们就是非常能够理解 就是这些所有的背后啊 他对当事人来说 都很有意义 很有价值 那我们会很深入的去讨论 就是他特别偏好的事情 或是他特别牢不可破的 那个想法 这些东西影响他 到底是影响他更好 还是影响他 就是往不好的地方走 对 到底那是对他来说 是一个他跟他伴侣的阻碍 对 还是说他这一生 觉得很可耻的事情 有非常多的这些点呢 大部分的人 他是不会自我揭露 他这辈子都不会讲的 那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喜欢 就是邀请他来 和我们交流的 对象 然后呢 在最后几个问题 就是最后一个了 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很多的听众呢 其实他们的小孩子 就差不多是小学啊 高中 古高中这样子 包括我的一些亲戚朋友们 那你也听到 皮老师刚才讲的 这么恐怖的数据啊 那给这种新手的父母 或者是小孩子还小的父母 有什么的建议呢 需要怎么让他们去 辅助他们的小孩 有正确的 这方面的知识跟观念呢 首先啊 就是一定要关心孩子 就是他在网路上面 交了什么朋友 哇 这太困难了吧 这很困难 对不对 对 那个关键就是 父母亲要沉得出气 有时候呢 因为孩子在网路上面 莫过于跟别人讨论的 莫过于就是电动 那电动一定会牵扯到 什么点数啊 充血 然后呢 什么钱的事情啊 那另外一个就是色的事情 这两个是 天动跟色的事 哦 就这两个话题 这个是很 那因为其他的 比较不用伤脑筋 其他的就是 什么社团啊 那些事情 可是如果他只要上了 什么交友网站 这就是非常恐怖的事 所以父母亲 必须要跟小孩 我个人认为 那个关系 一定要拨时间来 和他互动 只有和小孩互动的时候 才会不经意听到 没有心眼 没有心机的小孩 无意之中 跟你透露一些什么事 那他跟你透露事情的时候 千万要沉住气 讲第二遍 对不对 你一定要沉得住气 才能够听到更多 尤其是小孩 他在无意之中 释放出来的讯息 说他前阵子去哪里 或是他的朋友 他听说 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一些父母的耳朵 要特别竖起来 去关注 而且要多搜集到一些资讯 问一下他们的老师 因为小孩现在 动不动就在网络交友 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都是 网络交友上面 就是很恐怖 因为国外有太多 这样子的实际 实际测试 太容易接触到陌生人 实际测试 因为我们都会跟大人 害小孩说 人可以善良 但不能无知 对 你的无知呢 你千万不要以为 网络的另外一边 也是跟你一样良善的 因为那一些 你只要一个匿名 你匿名在上面 说你14岁 你想要聊聊天 你知道会有多少人 在短时间之内 大概半小时 一小时之内 就会有几百个人涌入 要来跟你做朋友 然后你就直接说 你在一个点 因为这是实附节目 你在一个点 然后直接约来见面 对方就会说什么 他也是几岁啊 什么的 可是真正门一打开 就是一个大叔 55岁 一个50几岁的男性 而且他一进门 门都没有关 直接把你扑在床上 然后那些 在旁边的人赶紧冲出来 把他制服 还有就是直接在 交友网站上面 因为这都摄影机 直接拍的 一个男生 他就化名自己是女生 他就直接在 交友网站上面 跟一个女孩子聊天 聊个一个小时 就直接说 那你要不要来我家 因为我家就在附近 小女孩觉得说 没关系都是女生嘛 我去了啦 去了之后呢 一个女士开门 她说你找谁 我找某某 她不在家 你可以进来等 她进去啦 进去干嘛 坐在人家沙发上 开始玩手机呀 出来了一个男的 那个男就说 你找我妹 我妹不在 那你再等一下 后来又来了一个女生 就是她妈 她妈就出现在那个地方 就跟她说 你怎么能够啊 自己一个人来到 陌生的家里 然后这个男的就出来说 刚刚跟你聊天的人是我 这个世界上 根本不存在 你的那个朋友 然后那一个 开门的那个女生 她说 我也不是她妈 我根本就是 这参与人员的 工作人之一 你如果今天 不是遇到我们的话 你很有可能 今天就是你 见到你妈最后一面 真的 就是这种的实测 实测的节目太多了 很恐怖 那关键是 这个我们平常 大人要跟你自己的孩子 平常要说得到话 你的相处要有点品质 因为你跟他说不上话 那他的这个生理的荷蒙 在青少年 小孩要转大人 这个过程当中 非常的复杂 他自己很不舒服 大人也会被顶撞得 很不舒服 所以关系都非常的紧张 我们都觉得 他什么翅膀硬了啊 那么小的时候很听话 现在不听话什么的 这种话会让你们的关系 更紧张 所以青少年产生 忧郁的比例非常高 高中以下 国中以下 有49%点多的 49%点多的学生 他表示过 他认真的想过自杀 而且国中生 真的尝试自杀的 9%点多 快10%了 因为这是我礼拜三 要去讲的资料 所以在这些内容当中 他们都讲 就是家人的忽略 包括还有他自己 生理期 生理时候的这种改变 都成为他们 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他在网路上宣泄 所以他去交朋友 就是没有品质 他自己不懂 那大人也不在身边 老师也顾不了这么多 然后辅导系统 也力不从心 等等 这都是让我们的性教育 还有孩子 陷入更多危险的 一个征兆 所以我们大家要 多关心 多关心 所以父母要扮演 很好的CIA 真的 不可以只听到说 小孩子用Tinder 然后就爆炸了 要慢慢的调出 更多的资讯 要沟通 我们今天真的 也非常感谢 皮台和皮老师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分享了这么多的Tips 没错 就是整个 不管是两性 性教育 还有刚才最后给所有的 就是不管是家长 还有未来要变家长的 就是各位的听众朋友 有非常非常多 就是很有用 很有用的那个资讯 那我们今天 真的非常感谢 就是皮太后 力领我们现场 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呢 也要请所有卡卡派的听众呢 一样在空中 与我们相见咯 那我们最后呢 因为实在是 今天得到太多资讯了 我们也没有歌了 那我们就和大家 下周一同 下周同一时间 继续收听我们卡卡派 大家再见